第一手观察带您贴近新闻现场 新闻最前线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中国大陆预定在9月3号阅兵 目前已知有哪些规划和配合措施呢 另外中国大陆股市6月中旬期下挫 在大陆推出多项利夺措施与政策后震荡 路股近期震荡修正有哪些关注的焦点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中央社驻上海记者高兆分 带第一手的观察说明 赵芬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赵芬中国大陆预定在9月3号阅兵 目前已经知道有哪些确定的内容 中国大陆把这次9月3号 纪念抗战胜利的阅兵典礼 为他们一项重大的一个典礼 那随着那个时间的迫近 目前有三港媒体归纳出 有九件事情敲定 包括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他会出席9月3号的阅兵室 并且他也会在阅兵室的现场发表谈话 接着稍晚的时候 北京也会举行招待会和文艺晚会 习近平都会出席 那听众朋友一定很关心 在中国大陆九三阅兵的时候 有多少个外国政要会来呢 现在目前确定就是俄罗斯总统普廷 他也会出席另外一个上海合作组织 六个成员国也会参加系列的活动 不过现在中国大陆跟日本在钓鱼台 还有中国大陆在东海及南海的扩张 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会不会来参加这次纪念典礼 日本方面还没有明确的答复 教芬目前知道的一些活动的内容 还有一些国外政要会来之外 他也很关心 其实在中国大陆北方这一带 还有很多的城市都有雾霾的问题 像之前北京在举办APEC期间 就有APEC蓝 那这一次大家也很关心说 在这个月变的时候 在维护空气品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呢 刚刚主持人提到有一个APEC蓝了 那是真的是北京人津津乐道的 因为我遇到很多北京的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真是北京难得有蓝天啊 所以他们这一次也很期待 月冰蓝 月冰带来的蓝天这样子 然后那个北京市 他已经发出了各项大气污染治理的措施 他说一些燃煤厂啊 在北京那个时候 有些纪念活动开始的时候 叫燃煤厂啊 就是要嘴售关闭了 或是减压 减压那个燃煤的排放量啊 然后淘汰老旧机车 然后还有一些污染企业 他说他要大力的整顿 然后在纪念活动的期间 北京的那个机动车啊 那个工业企业啊 燃煤锅炉啊 他们都会做一些那个管控措施 然后其中跟那个 跟民生比较有关的 他们就是规定机动车啊 规定那个阅兵日啊 从八月份就开始了 他们就开始实施了 机动车单双号现行啊 从八月二十号开始一直到九月三号 阅兵日当日的夜晚二十四时 他要规定那个机动车单双号要现行啊 就是不是所有的车子都可以开上大街 这样子 然后另外那个北京首都机场和南越机场 他们也采取了一个禁航措施 各位听众 如果要九月三号那天啊 你们要飞到北京的话 可能要想一想啊 因为那个北京的首都机场 跟南越机场啊 他们要绕飞啊 这些地方还 有些时候还不能停这样子 所以各位听众 一定要 要记得这个日子 提前要了解这个飞航的相关资讯啊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北京希望在阅兵期间能维持空气品质 做了很多像刚刚赵芬帮我们说明的一些限制燃煤燃烧 还有等等的一些七级车机动车辆的这种行驶啊 等等措施都希望能够在这个阅兵期间有阅兵蓝的出现 好 另外刚刚赵芬你也谈到说包括机动车管制 那配合这个阅兵在一些其他的相关配套措施 你有推出 有 他们今天那个九三阅兵日啊 那个中国大陆等于说也放假一天啊 然后他们九月三号到五号 他是就等于说接连的放假了 那个九月三号 三号是礼拜四 九月四号是礼拜五 他们都等于说是调整休假 那周末 周末呢 他也是休假 然后九月六号星期日的时候 他们上班 所以是等于是连放三天 然后等于把礼拜五的这个原本要上班日 调到礼拜天来上班 对 是的 然后也要注意啊这个时候陆股也是不开盘呢 那陆股 大陆股是 也是一直休市 从九月三号礼拜四 一直休到九月六号礼拜日 所以从周四周五 他们正常这两天的开盘 就是股会式都不开始了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嘛 礼拜六也是股会 也是休市 然后礼拜天本身是星期日 它原本来就休市的 然后陆股要到九月七号星期一才正常开市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他要错开那个九三阅兵日 北京的学校要延迟开学 北京市的中小学的开学时间 从原本的九月一号一直延到九月七号 然后各大学开学的时间原则上也不得早于九月七号 所以这种种的一些措施像是休假还有开学往后延 都希望不要有太多人因为出来 然后这样子的车辆比较拥挤等等 包括之前这些机动车辆的一些现行的措施等等 都希望能够在各方面让那一天九月三号当天阅兵顺利进行 是的 那赵芬你刚刚谈到这个股市 大家也非常关心 就是中国大陆股市近期的一些发展 像陆股近期是震荡修正 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关注呢 中国大陆股市场从真是非理性的一个上涨 涨到六月 六月中旬的时候它建了一个高点 五千一百七十八点的高点以后 就一路下修 一路这样子可以说是崩跌了 到七月上旬的时候 他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真的是蛮忧心的 各大媒体都是说 露股这样是崩跌的 真的是中国版的一个金融危机 如果再持续跌下去 比西方的危机还更为严峻 当时在七月上旬的时候 中国大陆国务院领军五大部委 发布了多道护盘措施 包括规定大股东不能卖股 他们的中央银行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也信心喊话 说一定会确保市场的流动性 不会发生系统性 甚至区域性的金融危机 然后中国那个证监会 在那个七月八号的时候 三度发出新闻稿 他在开盘前 他就宣布要护盘了 加大对等于说中小个股 那股票的一个购买力度 那当天才七月八号的时候 他更宣布就是说 限制大股东跟董监事高层 在半年之内 不准出售自家的股票 接着那个国资委 他旗下有上百家的 那个中央企业的国资委 他有呼吁 央企业你要担社会责任 你要负责那个维护股市的 那个稳定 不能让市场波动 要规定一些中央企业 央企业不能减持 他旗下那些控股公司 上市公司的股票 那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他们的公安 公安好像也介入调查 调查那个恶意放空的一些机构 或是大户 公安也介入调查 那这几天 他们的那个互盘措施 还没有停 那个上交所跟分交所 他针对盘中有一些个股 异常异常的情形 他让他暂停交易 也对后面的 也等于说 也等于下班的一些投资人 一些投资机构 他要 就延迟警告他 就是延迟警告以后 不准这样子 或是暂停他 行使那个股票买卖的权利 所以中国大陆 就是真的是不遗余力 然后这段时间 投资人也可以发现 在六月中旬 那个大陆股市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综合股价指数 在六月中旬 见到五一七八点的高点以后 就一路下跌 一度跌到三三七三点 这个低水位 那其中反弹一阵子 不过在三千五百点的时候 好像似乎在这个阶段 这个指数点位 三千五百多点的时候 有一点停 稍微有一点稳住了 但是有人很担心说 这个上阵重止 这个反弹 是不是昙花一现呢 短期还会不会震荡呢 现在还是未定之天 有一些机构投资的 股票的分析师 就是说 如果这波的反弹 没有办法带量的话 没有办法上量上涨的话 也就是代表市场人气 还没有回笼 投资人还是要小心为妙 所以中国大陆股市的未来发展 我们持续来关注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中央社助上海记者高兆芬 针对中国大陆 预定在九月三号阅兵 有哪些规划和配合措施 还有中国大陆股市近期震荡 我们哪些关注的焦点 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观察说明 非常谢谢兆芬 接受访问 谢谢您 好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